欢迎收看最佛心幽默的财经节目理财达人秀 我是李兆华 昨天晚上美股其实盘中是黑翻红的 那港股今天是上上下下大幅震荡 可是台股却是一个独憔悴的状态 最大最大的关键就在台积电 尾盘急速下沙跌了4.13个百分点 股价来到371块 到底后面的凶手是谁 是因为港股的大震荡吗 还是因为我们知道台湾有个金融 海外也有一个金融 好像是金融的关系 让台积电在海外受到莫大的卖压 ADR跌台股也就跟着跌 今天莫华哥会来告诉你 到底这个海外的金融有多厉害 台积电会不会被卖到抬不起头来呢 另外我们杜大师来到现场 杜大师要告诉大家 最近台积电一直跌一直跌 可是他没有放弃对台积电的信心 连这个总裁魏哲家都说 员工如果有价可以去修修 多陪陪家人 这个到底什么意思呢 杜大师也跟家人报备了 他跟太太说他要解定存 解定存冯迪来加码台积电 今天他也会来讲他的独家观点哦 为什么他还是这么样的有信心哦 还有本周有非常多的重量级法说会 连电友达联发科 好我们的型男股神威良会来提醒大家哦 这一周的法说真的超级重要 有一些关键字 我们听众观众手上如果有这些股票的 要很认真听哦他很牵涉到第三季 之后整个科技股的走向 好重量级法说今天在理财答案秀也会全解读哦 好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哦 今天跌破了12682的心理关卡哦 等一下我们也会请杜大师来帮我们讲一下 这个心理关卡失守下一站是不是要往十年线 不过我们这边先来请教慕华哥了哦 好今天加权指数哦 已经跌破了1990年的最高点12682 所以这边的话来请教慕华哥了 为什么今天台积电尾盘会这样被灌压 那我们知道ADR是一路跌一路跌 今年以来台积电的ADR已经跌了60%了耶 到底谁在提款台积电 那这个当然就两个字叫做外资了 刚刚赵华讲说呢 这个海外有条金融啊 这个台湾有条金融台湾这条金融就是镇守央行啊 那这条金融呢 今年最伤脑筋的是什么 我们现场又有金融 对我们现场又有金融 有三个金融 好那这个三条龙啊 我们不知道会不会变三条线 好不然怎么讲 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固守央行这条龙呢 它其实今年啊 最最最担心的就两个字叫外资 外资今年在台股 这个套现呢超过一兆两千亿啊 那其中卖的最多的 您知道吗 就是台积电 那台积电今年的市值也大幅的减损 现在已经是这个十兆大关了 这个688的时候台积电市值是17兆 将近18兆 所以你说台积电整个市值的减损 大概就加权指数 整个大盘市值减损的一半 所以可以看到就是说 这个12682今天被灌破 30年来啊 这个台股呢才重新站回12682 结果没有想到做一个M头就这样直接跌破了 这个让投资人大家心里面也是感觉到压力蛮大的 然后那其中跌破的最主要关键 我们知道就是这个台积电了 那台积电为什么会这么脆弱 今天被直接开盘就一路的关押 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海外那条龙有关 海外金融 很多人可能搞不清楚 奇怪了台积电怎么那么疲弱 难道是有什么样特定的卖压吗 那事实上呢 其实刚才赵华讲 美股昨天晚上四大指数是收红的 今天清晨我们可以看到美股是黑翻红 那其中呢在费半30成分股里面呢 台积电的ADR是挂牌在这上面的 你知道吗台积电ADR是大跌的 那就代表说呢 虽然费半只是上涨 但是台积电这档股票 在昨天晚上到今天清晨 这个美股交易时段是被灌压的 那被灌压主要原因是什么 元凶找到了 好 这边有一个金融 这个MSI金融指数 大家知道MSI金融指数 其实基本上呢 它有很多重量的成分股 可能很多人很意外 原来第一大成分股是台积电ADR 因为这个金融指数 它纳禁的叫做中概股 可是台积电不太能算中概股吧 这个就是妙在妙在这个地方了 那也就是说呢 这个金融指数啊 它其实呢 不太管理到底是不是中概色彩 它是管理说呢 你是不是在我这个整个投资的范围里面 所以这个金融指数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台积电ADR的权重 高达11.06% 而坏就坏在这个地方 因为MSI的这个基准指数 通常都是ETF啊 非常重要follow的benchmark 一般来讲呢 很多ETF 他们会以这个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作为他们这档ETF 最主要买进的股票 那当市场情况不好的时候呢 我们讲这个水可载舟亦可 这个富洲啊 他们就会不断地卖这些成分股 其实你可以看到 台积电ADR就是这样被灌下来的 所以为什么费半指涨 但台积电ADR是大跌 另外呢 其实腾讯也是大跌的哦 昨天晚上挂牌在美股的中概股 暴跌耶 每开盘都跌20%以上 后来才慢慢拉上来 最主要原因是什么 它就是直接反映 昨天港股暴跌1030点嘛 那港股这样的暴跌下去 各位可以看到 其实在香港这个恒生指数里面的成分股 也都几乎都是大跌的 那其中跌最凶的就是腾讯阿里巴巴 这两档股票跌幅在昨天都在一层上下 那可以看到他们其实占的权重也非常大 7%多 5%多 另外这个友邦保险占了将近这个3.4% 美团 这个又是这个所谓恒生科技指数里面的重要成分股 3%多 然后中国建设银行 香港的京东商城 港交所昨天也跌了快10% 红海百度这些全部加起来就已经是378 请问各位如果其他的股票被砍 难道台积人不会受到影响吗 会 所以我觉得台积人今天真的是蛮无望之灾的 就是说受到港股大跌 整个一个拖累跟牵连 最主要就是这个MSI金融指数爆错 同时引发了一连串的ETF的卖压 各位可以看到这一根黑K棒多长 直接灌到2016年以来最低的一个指数位置 所以今天台积电投资人应该就知道说 为什么股票会砍成到371块 砍到这么凶 事实上台积电的卖压还不至于 来自于这个台湾本土法人的卖压 还有在境外的卖压 但是这边我也要问了 这毕竟叫做被动式卖压 跟台积电本身的基本面 搞不好没什么关系 只是魏哲家总裁有发一个内部信 我这个也有问过内部人 因为他说有的媒体 自己先讲一下 媒体不能就直接联想到是订单的问题 因为很多媒体下标是说 三奈米订单什么不如预期 叫员工多放假 他说看起来是关怀的 员工要多陪陪家人 有假就休一下 但我自己台积电里面 很久没休假的朋友 确实在11月排了假期 所以沐华哥到底怎么解读这封内部信 这个解读 当然你可以从各个角度解读 也就是说你也可以从魏总裁 他最近的动作来解读 魏总裁最近不是也去自己直设了1600张台积电股票 那大家也是众说纷纭 你都不知道你直设的目的是什么 当然直设最主要就是借钱 用台积电的股票押给银行来借钱 那借来这么大一笔钱要干嘛 3.8亿 3.8亿 那很多人说你借来那么多钱要干嘛 那基本上大家会认为说呢 可能就是要去再买进台积电股票 这样不是很正面吗 对那总不至于说这个钱就换美金嘛 我相信魏总裁不会这样干 他应该就是去买进台积电股票 所以当时大家就说 那魏总裁可能认定我们台积电股价 已经来到了波段低点了 对不对 但是今天这个消息啊 你恐怕就不能那么乐观的解读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叫员工多休假 请问赵华如果你是老板的话 你今天公司的订单接满满 然后你今天业务非常繁忙 你会跟他讲说总经理你休个假吗 业务经理你休个假吗 应该不会吧 应该说关怀的时候说 有假要休 但是说实话很忙的时候 也许关怀或延后 不会讲出来 应该很忙的时候 大家就说你们先不要休假 我们年度之后 我们全部到巴厘岛度假 奖励员工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但是他叫员工多休假 事实上外界就解读了 可能是现在目前产能利用率不好 那事实上产能利用率不好 这件事情在法说会也讲了 其实魏先生也讲到说 他们其实7奈米 现在目前的产能利用率 确实是有比较低的一个状况 那但是呢 他同时也讲了 其实呢 台积电的这个3奈米 跟3奈米以上 这种更先进的制程呢 同仁们是不能休假的 是要继续研发的 尤其是这个 大家很看好的 明年要出来的这个N31 这个3奈米的加强版 应该这些员工是 这些厂区不能休假的 那但是呢 这个3奈米以外的 5奈米 7奈米 甚至这个28奈米的这些 这些制程呢 可能大家可以休一点假 那所以基本上我觉得 这也是造成今天台积电股价会 这个破底 而且是出现这么大 各位可以看到 这么大的一个跳空缺口 没错 因为4%多 台积电最近股价 我觉得落在哪里 你知道吗 落在哪里 就是它过去很少出现大跳空缺口 你看今天一个跳空缺口很大 然后这一次跳空缺口也很大 所以台积电动辄出现 这么大的跳空缺口 其实是跟过去的走势很不一样 那到底这种急跌叫做赶底呢 还是说急跌呢 是一个中战 这个其实等会可能 我们另外一条金融 来跟大家来做一些说明 基本上我觉得台积电今天 可以讲说是内外交杂的一个 所谓压下去的一个情况 所以意思是 虽然有被动式的卖盘 对不对 可是以他们这个内部的发表言论来说 可能现在产能有点松动 也是事实 对不对 所以说我觉得股民 现在要知道一件事情是什么 为什么 因为台湾现在目前 所有股东人数第一名的台积电 台积电的股东人数 增加了60% 很久以前是中纲 后来变台积电 这个中纲红海都已经退位 现在是台积电 所以大家要去了解 可能很多人有零股也有整股 台积电破底 我们该知道什么 第一个呢 这个半导体的衰退风暴 事实上已经开始在蔓延 包括美光 微软 Intel都传说人事冻结 或者裁员 尤其是微软也马上要 Intel马上要宣布最新的裁员方案 连微软都裁员 大家就很惊讶了 连微软都裁员 那就代表说整个景气 确实有问题 另外消费电子去挖库程 从高峰回到正常 半导体已经没有人才荒了 所以这也是市场要 大家要aware的事情 另外还有就是呢 现在目前中国大陆全盘习化了 这次习大大已经是所有政权一把抓了 所以地缘政治风险 那以及台积电沦为中概股暴跌的人值 这个外资提款的卖压恐怕还会不断 你可以看到外资在亚洲主要股市卖超 从10月17号当周到今年的整个卖超 我们这个是美金哦 大家可以看到台湾是卖超 可以讲说是在南韩印度之上 而且今年的卖超金额非常大 已经快到 快到这个480亿美金 这个是很大的一个卖超数字 所以就代表说外资的一个卖压 似乎到这个地方 还没有到一个相对的结束的地方 好这边的话木华哥特别有提醒大家 因为外资的卖压毕竟还是最现实的 不管台积电的体质是不是真的有改变 因为他们有讲明年还是成长年嘛 照理来说获利还是蛮不错 可是筹码面上面 这个沦为外资提款 实在是一个不可挡的趋势 没有关系 外资的金融这样子对待台积电 我们来找我们内资的金融好不好 好我们的杜大师 杜大师上一次来上理财大人秀的时候 台积电还没有开发说 那个时候事实上你已经在逢低布局台积电了 对不对 现在比那时候更便宜了 但是刚刚穆华哥解释了 好你看例如说魏总裁 鼓励员工有价可以修一修啦 好还有就是你 已经跟你的太太报备了 现在把定存解掉 不得了杜大师的定存 我们不晓得多少钱 还要继续投入台积电抢便宜 不是我真的要问 你怎么可能这么有信心 因为上次我有看过你周刊的报道 你说跌破12682之后要下探十年线 那要下探十年线台积电不是也要跟着跌吗 12682这附近 以后可能会破 可是在这附近的话理论上 4Q应该还有反弹的机会 真的假的 对对 我一定要仔细听你说 到今天虽然破了12682 可是我来上节目还是有信心 所以要出门前的话 我太太说那你明天应该要去解定存 来买 太太好支持你 这个台积电这28年来走市图 看一下13年前它是多少 36.4 36.4这个是金融海啸的最低点 涨到这个今年年初688 大概涨了差不多615块 651点多 那一般来讲我们基数分析有一个环金切割率 0.382 0.5 那0.5的位置 大概你把它扣掉 就是325块 就是在362块 所以明天到362块这附近 它应该短线会有一个所谓的支撑 就跟我记得第一次来这边节目的时候 我有推荐一支股票叫联电 联电也是从10块涨到72块 它回到什么时候 指点你知道吗 0.5的位置 所以这个月联电不是稍微比较抗跌吗 那台积电理论上在回0.5的位置 这边短线应该可以来做一个介入 这是我个人对纯基数分析的一个看法 所以在这个362块 大概离今天剩下9块钱 那明天如果有这个机会 大概再买一些 而且今天台积电跌了3.5%以上 所以明天不能借鉴换空了 明天不能平盘下换空 对不能平盘下换空 这是从技术分析的一个走势图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从基本分析来看 这28年来的台积电的本益比 你看到它平均28年来是21倍 那早期这边有一个最低6倍 最高128倍 可是那个是 这是民国91年 那时候台积电还不如台积电 还不如连电 连电价格比较贵 对 那时候连电比台积电好 那你会看到这边在13年前 大盘3955的话 台积电的本益比多少 10倍 10.48 那这20几年来台积电最低本益比 这边10.75 所以你从这20几年来台积电的本益比 大概是10倍 今天371块 371块 按照几家投雇的M2报告 台积电今天的本益比 今年本益比大概37 明年38 EPS 后年大概43 所以如果说我们这个图 我是画在3Q 如果说画到今天的话 台积电本益比 今天这边要画多少 10倍 那10倍的话是 这20年来的最低 所以10倍如果一般来讲 我们用直立会换算的话 1除以10 大概直立率也要 差不多10% 所以这边如果长线来讲 应该稍微可以琢磨一下 那如果大家要这个同一片 记得要看杜金融这三个字 我还是金融 你也是金融 而且这边有强调 因为本益比我们要对应其他的EPS 明年后年以目前各券商投雇雇的 台积电还是成长中 所以EPS和本益比是有参考价值的 对 如果说更低 那本益比更低 那更有价值 那如果说你在这边底下买的话 你就把它摆定存 因为反正我退休 存在定存 我干脆摆台积电 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这个大盘的话 我们今天跌破12682 对 因为我有看您在荆州刊的文章 12682你觉得很重要 对 因为我们30年前是12682 在两年前的7月20几号 那突破盘中到13031 说过了1268我们就喷出去 涨了5000多点 那想不到短短的10个月 跌了大概6000点 今天差10点 就快要6000点 跌了6000点 那其实我们台股 从民国79年 上万点完以后 它其实盘中有一次跌1万点 有两次103939859的话 都是跌60006000 那我们现在一口气 已经跌了6000点 所以我个人认为 这个4Q 现在我们10月份 已经剩下4天就结束 那台股的GK线里面 大概都是10月份 我们是当年度是比较低 那在我们这60年来 我们GK线 年三季 年四季收黑的机率 大概比较少 大概只有60年来 只有三次 那从100年以后 我们大概有两次是 第四季收黑 那其余有大概80% 是第四季收好 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说 我们今年会不会说 369 12都说最低 那当然这样的话 现在买股票就会套了 可是我认为按照我们的统计资料里面来讲 过完10月份到11 12一月份 我们台股不管多头或是空头市场上涨的机率很高 那现在我们又破了要跌了6000点 应该照理来说有一个反弹坡对不对 但是长线来看的话 有可能会再往下探 对 你就是反弹完后 到明年的1月 N半完后做这个反弹坡 那明年我也一直比较稍微偏空一点 比较偏空 就是说那是明年以后的事 那我们先抢这两个月的一个 到明年1月17号过年的时候 这一段的一个反弹行情 因为你跌了6000点总是会有一个短线的一个反弹 就是我基于这样 我才认为说大盘跌成这样 理论上现在跌的最深的是台积电 因为它从高点下来已经快要50% 大盘才跌32% 大盘从高点到现在 今天大概跌了32%左右 那我们台积电跌了将近五成 因为外资卖压的关系 然后这边的话要来看整体大盘 我们到底要怎么看过去的历史评价 对 据说我们为什么现在可以买一些股票 我们这个叫做中长期历史评比法 所谓中长期历史评比法 它有两低 一高 低扁一比 低股价净值比 高值利率 那你看到我们从上面看下来 我们现在现金值利率已经5% 所以像今年的话 年期年的话是只有2% 2.75%就比较贵 可是现在是5% 像这个月又跌那么多 理论上应该6.5%左右 那另外我们上次上节目的时候有讲 大盘大盘本益比是9.64%了 在3955的话那时候是9.05% 那现在这个月又跌 搞不好已经到9.3%左右 所以我们个股的话 本益比大概这个 那因为台积电比较好 所以台积电的本益比10倍左右 而且台积电有确保明后年的成长 但是全体上市柜公司明年可能会衰退 衰退 我现在手上资料是衰退14% 14%算乐观 杜大师 对 我现在是有去收集大概300多家的研究报告 我每天都在打这个资料 现在是-14% 那今年只剩下成长3%而已 所以我们现在跌的话是有料下跌 不是说跌的莫名其妙 那你看到我们直立率是5.34% 因为我们现在现金股利比较多 另外我们股价净值比1.77% 所以我们一般来讲都用43个 扁一笔直立率跟股价净值比 来评估这个大盘 那我们等一下会评估个股 那如果以这个来讲的话 就是说像赵瓦你问我说 杜老师你长得怎样 就是我中后老实 中间后后的老实 那我们现在台股的位阶 就是说理论上你从1万8 跌到这个1万3左右 就是大概跌了差不多3分之1 到2分之1的位置 就是说因为你这一次长得太高 所以我们从这个大盘的 这三个中长期历史评比法来讲 台湾股票市场已经跌了6000点 理论上短波段应该会有反弹的机会 但是有强调短波段 因为明年上市贵公司的获利可能会减损 目前杜大师虽然估14% 但是会不会再扩大 我们可能要持续观察 但是短波段上面杜大师还是非常有信心的 好非常谢谢杜大师 好所以海外的金融卖压位置 我们内部的金融信心满满 但是大家要注意一件事情 投资就是要有个人很坚定的看法跟算法 我们杜金融杜大师是因为已经算出 这一波下跌6000点 短线上应该会有个中期的支撑 但是看更长远看明年的话 因为台股的上市贵公司 还是一个衰退的状态 所以风险我们还是要特别留意了 好下一段节目我们要来提醒大家 这一周有好多重量级的法说会 可能您手上的股票 这一周也要开发说会了 联电友达联发科 他们都有一些关键字 达人秀要来提醒您 行团股神威良会来教你 听到他们讲什么 你才能够确定台湾的电子科技景气 会往上还是往下走呢 好这周有非常多的电子股重量级公司要开发说了 今天有汪红跟志源 明后天还有联电啦 友达啦台达电联发科等等等等 当然有很多的外资也抢在法说会前面 已经出了一些报告 到底这些法说会 我们要听到哪些关键字跟关键元素呢 如果法说报喜 他真的很有可能 搭配台股如果在这个底部附近的话 有机会上攻 可是如果法说会告诉你第三季的季报不理想 第四季到明年的展望也不理想的话 哇那我们压力就大了 这边要来请教西南股神 台股的法说会有一些关盘的重点 有些重量级的公司 股东收益人数也很多的 我们今天要来帮大家整理一下 到底法说会上面我们要听的重点是什么 他如果讲出不见得利空就是不好 有时候承认自己的状况不好 反而是一个好消息 不承认有时候最恐怖 但如果他能够讲出一些对明后年好的展望 也许他对他的股价会有点帮助 对其实最近不管美股台股都有个现象 坏消息好像比较会变成是对于股价有利的好消息 为什么会这种现象 因为其实大家已经接收到很多很多对未来中长期 不管是总体经济或者说产业变化 其实都很悲观的预期了 所以有时候法说会举办完 这的确对股价是一个重大事件 但他可能是解药 但也可能一不小心变卸药 变毒药 为什么会这样子 其实是跟预期来做相比 那我们看 比方说最近 景硕执行长讲到ABF载版的景气 他跟大家讲说 明年不用担心 这不是因为股价已经下修到不用太担心 对而且我觉得 这有一个前后呼应 怎么说 其实这一波ABF载版最后这样子倒下去 是新兴的法说会 对啊 不要太aggressive 对 在大概一季之前左右 这几个月前 他跟大家讲 就是说保守 所以这一次换景硕出来 跟大家讲 明年不用担心 我觉得这刚好有一个前后呼应 因为其实的确现在法人就认为 ABF载版 其实它在长期上面来看的话 毕竟它还是有结构性需求成长 因为你应用在不管是5G AI 元宇宙 未来它所需要的 不管是说载版的面积或层数 一定是增加的 但是当然目前来看 因为整个半导体也是逆风 所以其实下半年可能在 这个供需的状况上面 它有一些改变 从原本严重的供不应求 到慢慢它讲到就是说 转为平衡 这个平衡就是说 在供给面它跟上了需求了 所以这个缺口慢慢消失了 可是到了明年 又会在大概中旬左右看到 这个反弹意思就是说 这个供不应求缺口 它又会开始扩大 所以以现在这个时间点上面来说 因为股价已经把 今年下半年这个景气的反转 已经反映完毕了 至少应该说反映了绝大部分了 所以我觉得的确不用担心 这个是合理的 那另外来看的话呢 讲到这个半导体禁令之下 其实有很多股票呢 都被打下去 但是难免有时候一开始 大家这个无差别下杀的时候 其实好像可能会有些股票就被错杀 那比方说 像今天召开法说会的致援 那先跟大家快报分享一下 第三季的成绩出来了 第三季的状况我觉得的确是不太好 但是这个不太好呢 主要是说我们看到它的毛利率比第二季差 那EPS呢也往下掉了 哎呀这样不行啊 因为年初致援本来期待是季季高呢 对 可是呢大家如果想想呢 致援难道没有因为这样子股价 早就好像先反映了吗 有耶 他也腰斩了 看起来呢应该法人呢 本来也就对第三季应该有一些呢下修 所以说我刚才强调的就是说 预期已经呢降低了之后 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就 大家会把焦点放在呢 如果明年没有变得更差的话 其实股价都有利于足底 所以其实法说会 当然公司会公告财报 这个财报呢 大家就会跟原本的预期去做一个比较调整 其实这时候看到一些坏的数据 真的大家不要太紧张 我简单举个例子啦 美国标普500大企业 到上周为止有106家公司已经公告财报了 其实说他们数据很漂亮吗 没有耶 不理想 而且接下来要公布的可能也大部分都不理想 对 因为其实美国很多跨国型企业 美元强势升值对他们是拖油品 因为换回来它反而会对损失 它是赚其他国家的弊别 但重点是最近美股的表现应该还算可以啦 比台股相较再好很多 原因就在于有70%的公司是优于预期 本来预期很烂 所以我一直在强调 这个是跟预期来做比较 那展望也是一样 要跟预期做比较 那我们讲了就是说 现在有一些产业 其实它的状况真的很不好 比方说半导体 大家其实心里有数了 但是未来你要看的一些关键字是什么 不景气的时候 如果公司能够诚实的面对 告诉你说我们减产 我们库存去化 我们产能力用力下修 同时也告诉你 我预计库存是到底明年第一季落底 还是第二季落底之类的 我觉得这时候反而心中太久有一个底了 有一个尺对不对 对 你最坏什么状况 我这个尺拿来量你的股价可以量的比较准一点 反而敢买哦 那第三个就是股价 当然很重要就是呢 既然坏消息就是呢 很赤裸裸呈现出来之后 能不能利空不破底 这个反而是我觉得在空投市场当中 特别需要关注的讯号 尤其就是呢 像这礼拜开法说会的一些指标型公司 目前都已经看到法人有一些筹码 是由卖转买 可能过去呢 的确很悲观 但是也卖过头 所以开始有一点逢低做回补 那回补一小波之后呢 后面能不能再扩大买超 其实这个就会要观察 就是我讲的 未来它的一个对于景气落底的把握度 能见度高不高 好 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本周重点的法说会公司 好 底家重点法说 从10月25号到10月28号 今天到礼拜五都有法说会 对那首先我们可以留意到就是说 这些公司过去股价呢 都跌很深了 所以大部分都是所谓技术面的右下角公司 好 因为法人9月份卖很多嘛 可是到了10月份 这个月不一样啰 对 要开法说会之前看起来都有一些呢 法人的买盘开始卡位了 真的差很多耶 联电从卖11万张到买16万张啊 对啊 差那么多 也许大家的印象中还在停留在 这些公司好像很多换消息啊 结果你看法人其实 悄悄的都在回补了 所以看起来至少应该代表可能 景气即将接近谷底 甚至有一些是确认已经要落底了 那法说会展望这边呢 我给予简单的一个信号平等 最高分是三颗星吗 这要问一下 搞不好你最高分是五颗星 对不对 我们这边很简单 就是分一颗星到三颗星 三颗星就相对我们可以更关注 对他期待高一点对不对 对那像这个记忆题 旺宏呢在今天也是有法说会 那旺宏为什么我给他两颗星 按理来说其实我对于记忆题的落底 是还蛮正面看待的 因为整个国际的大厂 从美光凯霞等等 大家都在减产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 不管是说像群联或南亚科 最近也都有法人买盘 但只是说因为旺宏 在过去法说会上面 给大家的这种讯息的参考度 没那么高耶 因为他没有讲什么坏消息过啦 他就是永远保持乐观 你确啦就有些法人心目中 会觉得他好像比较可能会 报喜不报忧 对所以我稍微就是给他扣一颗星 那资源来讲的话 我觉得其实很明显就是 这一波的贸易战或科技战 他应该是属于被错杀的个股 因为事实上呢 他反倒是因为他的IPC制裁 他有很多很多自己开发的 那其实应用在中国的成熟制程的比重很高 而且接单很多元化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呢 在美国打所谓的先进制程状况之下 他应该不是所谓的一个主要波及的受害者 以成熟制程为主嘛 对那再来我们看到像联电的部分 其实因为我觉得法人已经没有什么乐观的预期了 因为之前台积电法说会都已经把资本支出下修 也提到产能力用效滑的问题 那当然理念状况不会比台积电好到哪去 那反倒是最近其实现在市场关心的是 有没有可能也是在这个半导体禁令之下 他的成熟制程有一些转单 所以这一次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他对于呢明年这个转单会不会发酵 可能会有进一步的论述 那有达就面板的部分 我觉得也比较明确就是报价已经开始稳住了 至于说雅德克 因为这个就牵涉到中国的景气不好 他的市场重心在中国 那现在的自动化的一些支出 其实也都在缩减 所以这边来看的话呢 业绩下滑的压力应该是相对很沉重 那另外来看像联发科跟瑞育 这个都是礼拜五的重头戏 不过瑞育最近外资有把它调降平等 对那所以这个我们就看 如果说股价能够也在这边利空不跌的话 那这个反而你不用悲观 那像联发科反而是外资大魔 抢先在这个法说会之前 推出了三个情境那沙盘推演 那认为就是说其实推估起来 他法说会后有七成机率上涨了 可是今天看到报告之后他就重挫 联发科今天算跌得不浅 我觉得联发科的法说重点就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现在5G晶片 有没有价格战 价格有没有下沙的压力 因为这个牵涉到接下来 他第四季到明年毛利率的变化 那第二个来看就是呢 这个目前其实他在库存去化的状况 这个进度有没有符合市场的预期 大概这几个重点 那我们接着其实如果看一下股价的一个部分 好 资源 资源这边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已经是蛮明显的一个底部成型 然后配合最近法人有小买 开始出量站上月线 所以这个至少来讲的话应该还是处在一个 中期跌升反弹的架构 但资源这两天都有隔日冲大户进场系 会不会影响到他的股价呢 我觉得至少不影响 因为基本上来说的话 因为最近法人的买超的占比 其实一直在拉高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法人愿意筹码持续进驻的话 其实这个隔日冲大概就影响到 他可能极短线的波动而已 那另外来看的话像联电的姿态又更强 大家有没有发现 他比资源更早回到月均线 所以在目前来讲的话呢 先进制成应该就是把这 廉价军的两档股票可以一起看 那再来我们看到 成熟制成 对 成熟制成 那联发科的部分来讲的话 刚才提到其实股价还是有点压力 但是如果说这个前低部分能够守住的话 前低要守住这个部分 对 那其实我觉得 也许就是借由地空 在这边完成一个中期底部 那最后一档我们看就是友达 好 友达是先涨了 但最近在回档了 因为本来说十月份部分面板产品的报价要上涨而已 对 但是一开始不用这个对所谓的面板 什么涨价要涨多少太多乐观的期待 其实现在只能说面板看起来是止跌啦 那止跌状况之下代表其实产业复苏距离那个回到成长 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那因此你说股价这一波跌升之后先弹回月线 然后跟月线乖离拉开之后 会不会有短多获利了结压力 一定会有 所以在这种操作的状况之下 就是你不能用追的 那反倒是我觉得 它又回到月均线附近的话 那因为月线这里相对它还是呈现比较走平的状况 所以在这个震荡阶段里面 如果你是慢慢低接一些的话 然后弹上去之后 你在逢高拔挡获利了结 采用区间操作方式来看断面板 我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好所以现在已经10月下旬了 现在开的法说非常重要 因为它不只是讲今年了 它对明年一定会有更多的琢磨 不要忘记支援联电 我们来看成熟制程 联发科要看手机晶片 有没有杀价还有库存去化 每一场法说都有它的Mega 新南股神今天交给你哦 有你关注的股票 法说会一定要把它听懂来哦 好在下一段节目我们要提到 这个散户放在证券户里的钱不断流失 9月有1600亿的钱 从证券户离开了耶 散户都不买股票了吗 到底政府要寄出什么样的措施 散户才愿意回来 现在有一些股票 很多散户也会问 我受益人数这么多 它为什么一直跌 广告回来告诉你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好散户真的退出市场了吗 不是看融资哦 看另外一个指标 9月份证券划坡的余额 大幅下降1600亿 什么意思 就是你证券户里面不是会放钱吗 好 总体散户放的钱 减少了1600多亿耶 想想看你有沒有把证券户的钱 已经领出来 已经心死不想投了 好这边要问一下慕华哥了 这个数字是创下央行 有统计以来的第二大哦 所以代表散户真的在离场 可是离场哦 有时候是好事呢 对不对 好这个时候如果散户大幅离场 当然第一 有些散户持有高的股票 可能会跌很惨啦 第二是不是离真正 大家市场主抵的时间比较近了呢 好这个在股市久了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有一句术语 叫做连涨三天散户不请自来 所以台股现在缺什么你知道吗 我认为缺连三红 你可以看到台股加权指数这样一路跌下来 有多久没有出现连三红的红K棒 所以连三红我认为会是一个市场稳定 非常重要的信心 那也希望主管机关听到了 赶快拉出连三红来了 不要每一次拉一根红K棒 第二天就黑K棒 就跌下去 那这样子的一个走势 你就会很容易变成盘跌 尤其是开高走低很麻烦 那我们讲说这个证券划波 存款余额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它其实叫做厂外资金 我们一般在股市里面 我们有所谓厂内资金厂外资金 厂外资金就是什么 我这个钱是stand by那个地方 准备要买股票的 那如果说这个余额持续的下降 就代表什么 代表厂外的资金也离厂 那厂内的资金呢 我们主要看农资余额 这些指标事实上也都在减损 所以厂内资金在减损 厂外资金在减损的情况之下 整个台股没有人气了 你可以看到最近 不管上市柜的成交量 都说得非常的少 那这样的一个行情怎么涨 所以说我觉得要把人气找回来 很重要要把台股的信心找回来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现在确实是没有信心 这个也是不争的事实 你会看到这个数字 9月的余额掉到3兆多了 快跌破3兆了 这个已经是很低了 这个快跌破3兆 是已经创下3个月来的新低 而且更重要是 整个9月大减了1608亿 一个月而已哦 赵华这是15年来 最大的单月的 这个所谓减损的一个量 是仅次于2007年11月的1557亿 是由统计以来最大的 这个历年来最大的 单月的减损的量 好2007年11月 也就是金融海啸 那时候散户也有心死离场的状态 对那所以呢当然就是说代表说 现在目前整个人气退潮的情况很严重 那所以主管机关也应该要 赶快把散户的信心找回来 因为毕竟你这个大盘 大家需要我们一般讲说重置层层 重置层层才能真正把这个股市推上去 那我们还看到就是说 整个现在目前的状况 确实在股东人数越高的股票上面 如果它跌得越凶 那当然对散户来讲 就影响这个信心越大 好这边叫散户爱股 就是散户只有较多的 股东人数多的股票 对因为我们主管单位 是不是开放了所谓领股盘中买卖吗 领股盘中买卖一开放之后 其实某些股票 它的这个股东人数大增 其实很重要一部分 它其实是这个领股的股份 那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整股领股 那你有一股就是股东了 这也不能忽略你的权益 跟韩基电 到10月的股东人数 是147万9千028人 那2021年的股东人数 还不到100万 它的增幅高达百分之 各位可以看到 百分之61.4% 这个是领股的功劳 说真的 好多人领股在存台阶面 没有错 很多人就是一买买 10股20股这样买 但是你也不要小看领股 领股其实它也可以 重置层层的 那另外中刚 它的股东人数也增加了快8% 联电增加的幅度也很大 24% 开发金18.4% 只有红海减 为什么减少呢 对 它还今年相对抗跌 我觉得红海减少原因 就因为它股票没跌 所以很多人卖红海 去买其他的股票 这也麻烦 有道理 你有没有发现 今天台股 我觉得今天台股 有一个很大的败笔 就今天都在杀 高基期的股票 就是之前不跌的 今天大跌 比如讲四档 大家可以去关注 第一个信邦跌停摆 它是不是很高基期 昨天开始杀下来之后 今天又杀下来 那另外你有没有看到统一超 也是一个高基期的 那另外你有没有看到台达电 今天也是砍得很凶 也是高基期的 你有没有看到嘉哲 也是高基期 今天也砍得很重 都是之前抗跌的 对 所以你会发现 今天盘面特色是什么 今天就是砍高基期股票 所以今天 你要问我说 为什么红海的股东人数减 不是红海不好 而是它相对今年 相对它跌幅比较少 可能很多人去砍红海 那另外呢 群创也增加 中信金 国泰金 各位看到 友达是减损了 因为基本面不好 我想很多股东可能就退场 台泥增加31% 那我跟各位报告 这些股票很多都中错 甚至跌破10年线 比如说国泰金 跌破10年线 中信金跌破10年线 台泥居然跌到三字头 台泥竟然上半点 有业外亏损 对啊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一些股东人数 多的股票呢 都出现了大跌 其实这个很重伤股民的信心 那也就说呢 如果真的要互盘 讲实在把这些股票护起来 我想心形一般会回来 如果说这些股票 跌跌不休 而且都持续破关键价的话 那这个市场要救 恐怕后面就要费更大的力量 所以有一些指标股 真的不能再跌 比如说台泥30块 我认为是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价位 国泰金 你也可以看到 其实35块 这个地方也是一个 很重要的价位 另外开发金 10块11块 这个地方也是很重要的 关键价位 中钢跌到27块 其实这个地方 已经是讲破30 已经很不好了 甚至到27 我觉得有很重要的关键价位 另外台积电 刚杜大哥讲 362块 如果连362都破的话 那就是已经跌了 超过50%了 那这个关键价位 应该要守一下吧 所以穆华哥 非常中肯的建议 互盘有时候不是买 那种国安以前的爱股 要买散户的爱股 真的要互到大家心头上的 散户的爱股很多都跌到 所谓的关键价位 甚至破10年线 所以这边也给国安基金做个参考 散户的信心回笼 把证券户的钱再放回来 这样子大家才有信心 活络这个市场 没错 好 这边要请教杜大师了 刚刚穆华哥讲的这张表里面 有很多是散户存股的标的 而且都跌到所谓的关键价位 像台泥今年真的是跌得很惨 国泰金中钢都跌跌跌跌 散户本来存股存去年很开心的 今年非常不开心 这些股票到底发生什么问题 还能不能存 一般来讲股票会跌 一定是基本面有衰退 就像说我经常在抄的上市公司的EPS 我大概会抄今年明年 还有顺便看一下后来 那刚才赵华讲的那三档股票 我手上的这个投顾的报告 应该都是EG EPS衰退 那像这张大家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手上的资料都是60年来的 最完整的台泥 台泥1101 是我们台股大家很喜欢的 所以刚才会看到 看到那个散户的人数 为什么会四十几万人 那搞不好从以前就慢慢的流存 那大家对他的印象非常的 就是说很好 你也不必讲 我就是认识这一支股票 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存定存的话 有一个比较 就是说那如果说假设台泥 因为上半年只赚 差不多0.2 搞不好今年就会稍微 不如理想 那搞不好不会配两块 那如果碰到这一种当年度 他获利不好 你当然没有股息 你就不能算直立 可是你能看到 不能算直立 可是股价还是会有一个股价 所以你有可能要用 每股净值的一个股 PBR去算 或是用本益比的倒数去期待它 所以它是在一个低档区 那相对来讲 以目前来讲跟气仁比较 它是在一个低档 所以台泥目前算低档区 你看到我们这个是台泥60年 60年 这是老股票 对老股票 你看它曾经也最好过 那现在今天是29.9 如果说台泥有306块 那时候我们 它是我们以前第一支股票 像我们现在都知道台积电 那以前它那时候 本益比多少倍你知道吗 100倍 100倍本益比 台股也是有这样的状况 台股那时候是 本益比是85倍 像我们今天讲的 我们台股本益比是9.06 不到10倍 不到10倍 所以当然 如果说你在买这个的话 可以在低档考虑一下 可以考虑一下 存股足在忍耐一下 对对对 好国泰金 国泰金 外资砍它的目标 要叫到31块钱 对可是 国泰金如果把以前的 国泰人数加进来 它也是早期我们很老的股票 从民国52年到现在 我有那个长期 那它现在因为有配 要现金增值 它要现增了 按照我的经验 国泰金长期来讲 它现在在10年限之下 那它今年我刚才有讲 获利 今年至少有4块多 那以这个现在的股价 也大概 37块左右 对对对 所以在10年限的话 它以前的历史只要 办现金增值的增值价 这附近 理论上公司买那么多 400多亿的话 你大概在这个 现金增值价附近的话 买它 也是一个比较好的 注意现增价 对不对 现增价附近会是好买点 我金融股大概都买两档 一个互帮金 一个是国泰金 买最基优的两档龙头 这一次我也是认同说 有的话可以去 红低去买一下 所以存股足可以考虑现金增值价附近 不用说了 因为纵干从又算 可是9月亏钱 对可是它今年 明年还小赚1块钱1块左右 我们所谓亏钱不亏钱 是说你明年会不会大赔钱 如果今年已经10月份 你在赔钱这个大家都已经预测到了 所以来讲 你看到前几天它不是有一个大涨 这个也是我们长期很多人 当定存的一些股票 如果大盘有反弹 国安基金应该这支是 它的卖的标的之一 因为跟沐华哥讲的一样 他的受益人数多 户他股民比较有感觉 好所以呢 有时候他要看看是明年状况 如果明年不会再大亏的话 还有小赚钱 有时候回到低档区 也是一个相对好的介入点 好所以有时候投资是一个节奏 我们的股东受益人数多的这些股票 很多都跌到10年线的附近 那沐华哥跟杜大师都提出了见解 有时候股价就是这样子 我知道他不好了 但是他也中错了 到一个平衡的地方 例如说像刚刚讲的国泰金看现金增资价 所以每个人去拿捏一下 你可以接受的低价在哪里 存股足也不要太惊慌 好今天非常谢谢三位来宾 我们总金专家沐华哥 还有我们的内资金龙 杜大师型男股神韦朗 来到现场特别提醒大家 现在外资和散户都是一个很没有信心的状态 所以短线上我们的压力可能有点沉重 不过杜大师有提到集谍了6000点 加上这个礼拜很多关键的法说会 我们听听看到底法说会上 有没有透露出一些对产业前景的看法跟好消息 国安能不能互到股民的心 这些都是提振台股有效的方法 希望今天理财答案秀 就对您和投资有帮助我们明天再会咯 拜拜 大家好 我是最爱你们 而且也最爱开车的赵华 今天要来请你们一起来收听我的一个新频道 它叫做赵华与古惑仔 赵华与古惑仔 在这个里面赵华每天每天更新 会来回答各位股民的大小事 你们可以听到我最真实的心声跟投资的心法 很多人在问到底要怎样搜寻呢 其实很简单 就到谷狗上面 关键字就是赵华与古惑仔 在不同的平台都可以听到 不管您是不是苹果手机的用户 都可以一起来收听 每天更新赶快来听